哈囉大家好 我們是慶水農機 那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東西 就是我們的 那這台機器呢是今年才剛上市而已 然後這個網路上的影片還沒有很多 那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支非常有競爭力 我相信很多人是庭院要使用的 要輕 因為很多的泥巴剪都是用那個引擎室啊 或是比較大台的 那他們都嫌太重 我跟大家講一下它的基本規格 這一台HSA30的話 它使用的電池是AS系統 來 把它給大家看 10.8V的 電壓10.8V 那他們這個AS的這個系統啊 現在目前有的機種有什麼勒 第一個除了這個HSA30啊 之前有這個 我以前有介紹過這個GTA26 手持的小隻的鏈鋸 還有這個 給大家看一下 更小隻的泥巴剪 然後它是雙頭的 這種修邊機有沒有 這一種 HSA26 那今年引進新的 就是我們的HSA30 那這一支的話呢 來跟大家講一下 它的基本規格就是 刀子的話呢 它的長度 45公分 45公分 那齒距的話是22mm 好 22mm 那實際啊 實際那個樹枝可以進去刀子 這個裡面啊 我量過大概是1.5公分 大概15mm啦 所以你那個粗度基本上 有到15mm應該非常的夠用 很多人那個什麼七里箱啊 要修邊啊 修面的就很好用 然後要修造型也非常好用 那這一支啊 非常重要就是它的重量 因為我們一般 那個 這種泥巴剪大部分都是引擎的啊 或是比較大的馬達 來驅動我們的泥巴剪 那這一支特別做的就是很輕 你看我們手臂伸直 你看我們都還可以撐住它 代表說這支的重量非常輕 它的重量空肌 2公斤而已 2公斤而已 含這個電池才2.2公斤 才2.2公斤 非常的輕 非常的輕 然後它的這個刀具 刀子的部分啊 長度又達到45公分 這麼長 你的效率又變得更好 那大家一定會想問說 它的續航力怎麼樣 我來跟大家講 它原廠啊 它是寫說 就是連續按著 然後空即將運轉可以50分鐘啊 因為我們泥巴鐵 屬於是一個比較省力的裝置 OK 那我有給客人實際測試過哦 我們這一支機子 實際測試的話 大概落在25至30分鐘 就是真的有在 我們真的有在修泥巴 實際作業啦 大概在25至30分鐘 那基本上啊 這樣的時間啊 很適合一般家庭使用 這一支是今年非常有競爭力 那價格的部分啊 這一支不貴 一顆電池 本機在含充電座 這樣子 德國原裝的售價 6850 6850 6850 OK 所以它非常有競爭力 那我等一下馬上來實測給大家看 我們先來修我們的七里箱 然後我們就來修給大家看一下 好 可以 比如 我相信哦 有用過泥巴點的 你就知道 因為我們的那個手啊 都要撐住 所以長時間使用的話 吼 那個手啊 你的手會很酸啊 這把也很酸啊 所以重量哦 重量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 馬上修一下就非常的平 非常的好 又效率非常的好 好 這個效率大家看一下 然後它的高級又45公分 所以說它一次可以掃的面具又很棒 讚 然後我們來修一下 例如說這個 羅漢松 好 我們來稍微修一下羅漢松 好 要修造型也可以 我跟大家講吼 這一區是今年吼 非常具有這個 訓生力的一個機子 CZO的 然後又是德國原裝 那型號的話是 HSA30 好 那現在請我妹呢 來幫我們來實測 好 那我現在先問她一下 妳覺得這台機子清不清 清嗎 還蠻清的 還蠻清的吼 妳單手拿來看 對啊 蠻清的嘛 2.2公斤而已 好 那妳現在來實測看看 然後看一下這個 實用上 看好不好操作 來我們試試看 蛤 它也是第一次用吼 第一次用 好來 哦 避轉 避轉角度 避轉角度 應該是非常輕鬆啦 嗯 好我們來修這一面 修這一面看看 修這一面 好 這次不要換鬆 你切進去一點沒關係 我們切到那個數字的部分 哦哦 這樣看一下它這樣會不會卡住 可以 OK沒問題 對 哦 你看這個有沒有 這個這種粗的都可以 來再試試看 上面 沒有啦沒有人要拿啦 哈哈哈哈 我沒辦法 沒有啦 哦 哦 就修面就好 上面也修不到就算了 哦 好 對 好再來我們來修這邊 再修再修 再來 欸妳要真的接到啊 來來來再往裡面一點 哦 嘿不是在按摩呢 哦 OK 輕鬆吼 爸 這樣蠻好用的吧 我們剪這裡 剪這裡試試看 再剪這邊 這個修面都沒有問題啦 那我們從下面修上來 哦可以這樣哦 可以啊 那這個就是針對於一般人啊 吼 在體驗這種 呃 籬巴剪 好 我們不要用專業的角度 我們就用一般 使用者的角度去使用 重量輕 然後刀具長 然後這個用的時間 20到30分鐘左右 實際用的時間啊 那這個應該是一般人非常夠用 贊不贊 棒 好以上呢 就是我們介紹關於今年新上市的 Steel HSA30 這一支 就是籬巴剪 修離機 好 那這個價格的部分 我再說一次 空機再加一顆電池 然後再一個充電座 是6850塊 6850元 那有興趣的話呢 就打螢幕上面這支電話 可以來跟我們做一個訂購的部分 OK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好 那我們是慶稅農機 我們下次見 拜拜